寶玉扭扭靈靈地來到賈正這一邊,當時賈正和王夫人都在旅間,趙二亮立起門簾,寶玉走進去。 只見賈正和王夫人面對面坐在礦樹說話,對落一排椅,迎春、探春、色春、賈環四個都坐在樹,一見到寶玉進來,探春、色春、賈環就站起來。 賈正一抬眼,見到寶玉站在面前,神彩飄逸就壽色奪忍,再看看賈環,督眉督眼,舉止放縮。 她忽然又想起死了的賈珠,再看看夫人,只得這個親生仔,一向愛如珍寶,自己鬍鬚都快白了。 所以她平日厭惡保佑的心情,不覺就減了八、九情。 平了很久,賈正就說了,娘娘吩咐,你日日在外頭遊玩,漸漸疏難。 如今要禁管,和你的姊妹在大觀園內讀書寫字。 你要用心習學,如果再不安分,你就小心。 寶玉一連應了幾個係字,王夫人就拉著寶玉在身邊坐下。 王夫人疏疏疏疏疏,寶玉一條頸說,那些藥丸吃了沒有? 還有一顆,明天再拿十顆來,天天臨睡時,就叫習人服侍你吃了才睡。 照太太吩咐做的,習人每晚都記住給我吃。 甲正就問,習人是誰?王夫人就說,是那丫頭。 丫頭不管叫什麼都可以,是誰這麼刁鑽,改過這樣的名字。 王夫人看見甲正不滿意,就跟寶玉掩飾了。 哦,是老太太改的。 老太太怎會知道那麼多?一定是寶玉。 寶玉看見門不過去,只好站起來回答。 是,是因為譬如讀詩,記得古人有一句詩說,花氣雜人知就暖。 因為這個丫頭姓花,我順口改了這個名字。 王夫人馬上說,寶玉,你回去就改過它。 老爺,你也不用為這些小事激氣。 誰知道賈正說,這也沒什麼外,何須改過呢? 不過可見寶玉不無正業,轉在這些農池厭妇下功夫。 不,葉畜,還不出去? 王夫人快點仰手,去吧,怕老太太等你吃飯了。 寶玉應了聲,慢慢退出去了。 一走到他在外面兒,看著倆桑金串的身心ً freaking吝啸笑。 他今天走、要很多媽媽,趁不了回撈了。 剛剛回到他衷鍵門前,看見習人已經站在等著了。 習人看見寶玉平安回來,當她笑 � Ari turtle,叫你做什麼呀? 沒事,怕我入大觀園玩得百厭,吩咐我幾句。 一邊說一邊就走去,告訴賈母。 見到代玉在,寶玉就問代玉,你住哪裡好呢? 代玉正在想這件事,寶玉問到了,他就說, 我看蕭雙鼓好,我喜歡幾桿青竹,一道曲蘭,比帝書更覺優靜。 寶玉就拍起手掌,說,好呀好呀,你和我想法一樣,我也想叫你住那裡, 那我就住在怡紅院,我倆又近,又一樣清幽。 兩個人正在議論,賈政派人來品告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是好日子, 要安排寶玉搬進去住,這幾天內派人去分頭收拾企理。 於是就忙忙碌碌碌,幾天搞定之後,二十二那天就搬進大觀園。 薛寶差就住恆無縣,代玉就住蕭雙館,迎春住醉錦樓,探春住秋爽齋, 鯉圓就住道鄉村,寶玉就住道鄉村,寶玉就住怡紅院。 每次又增加兩個老媽媽,四個丫頭,除了各人的雨量和鐵身丫鬟之外, 還有專門執拾拾打掃的,你趟大觀園內,薩士就花椒,秀戴,流忽春風, 再不像從前那麼寂寞。 寶玉自從入大觀園住,心滿意足,沒什麼好貪求的, 每天和姐妹和丫頭在一起,讀書寫字,或是彈琴足棋,作畫淫詩, 以致苗亂收縫的鬥草沾花,低淫超窗的賊字猜妹,什麼都有, 確是十分快樂。 只不過,日日是這樣,時間長了,就沒那麼新鮮好玩。 寶玉慢慢就覺得煩悶,心不自在,懶得在園中玩, 一尾就想去外面當一下,所以整天就煩煩悶悶,沒來心機。 在身邊服侍她的冥煙,見她這樣的樣子,就想找些東西讓她開心一下。 左想右想,都是寶玉玩厭了,怎麼留得她開心呢? 咦?唯有這件事寶玉沒見過。 於是冥煙就去賣書的書房,就買了很多古今小說, 和那些非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還有一些傳奇小說劇本, 就回到去,就引寶玉看了。 寶玉這麼大的兒子都沒見過這些書, 一見就好像撿到寶,明顯叫她千萬不要拿進大觀園裡看, 如果讓人知道,我就不死一身散了。 不拿進去看,寶玉怎麼寫得? 那又怎麼好呢? 量來量去?寶玉就選了幾套紋利瓦道一些的, 拿進去房放在床頭,沒有人那時自己偷偷看, 那些粗俗一點的,就藏在外面書房。 那在三月中旬的有一天,吃完早飯之後,寶玉帶著一套回真紀, 即是元代王實譜的集劇西雙紀。 她走去滲方集橋邊的桃花林底下,在一塊大石的楚樹, 探開本回真紀,從頭西看。 正看著說,落紅城鎮,一陣風吹過來, 將樹上的桃花吹掉了大半, 落得滿身滿書滿地都是。寶玉想養她落地,又怕踩到, 那她就這樣繞著花瓣,走到池邊就養到池裡。 那些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蕩, 純粹流出了滲方集。 寶玉回去,看到地上還有很多落花, 正想又怎麼好呢?忽然聽見背後有人說, 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回頭看著代玉來了。 代玉她肩膀擔著花床,床上掛著花籠, 手上又拿著花掃把。寶玉就說, 好呀好呀,把花掃起來,倒進水裡。 我剛才倒了很多了。 倒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而已, 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 邋遢的、臭的倒在一起, 都是糟蹋了花的而已。 我在那邊有個花蟲, 我們送花放在這個袋裡, 埋在裡面。日久不過是隨土化了, 豈不是乾淨。 寶玉高興到什麼?好, 讓我放下本書,幫你送。 什麼書?代玉一問, 寶玉方快點收文, 我中庸大學而已。 嗯,你又騙我了, 聰明快點給我看。 好妹妹,是你我就不怕, 你看了,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啊,真是好書呀, 你看了,連飯都不想吃。 一邊說,一邊就大本書過去了。 代玉放下些東西, 摺了本書, 揭開來從頭看下去了。 哎呀,真是越看就越愛看。 按著頭一頁又一頁, 不到一頓飯那麼久, 就看完十六出了。 啊,覺得他真是遲早景人如香滿口。 看完書,還在那裡出神, 心呢,還靜靜在那裡寄中。 寶玉就說, 妹妹,你說好不好? 果然有趣。 寶玉就學西相記裡的兩句詞話了。 我就是個多壽多病身, 你就是那個傾國傾成貌。 大玉一聽,連衰大耳都紅了。 即時就竖起兩道, 似展非展的眉, 登大兩隻似爭非爭的眼。 逃衰大怒就粉臉含真。 他指著寶玉說, 你,你居居,你亂說。 我的淫詞艷曲來, 還學運帳話欺負我, 我說給舅父舅母聽。 大玉說到欺負兩個字的時候, 眼圈都紅了, 禮轉身就走了。 寶玉就急了, 走上去攔著她說, 好妹妹,好妹妹, 你千萬要原諒我這趟, 我說錯了。 如果我是有心欺負你的, 明天我就跌下池, 被一隻賴頭圓噴了, 變了個大烏龜。 等你將來做了一品婦人, 病老歸西的時候, 我在你墳頭幫你揹個小壁。 說到大玉, 鐵石笑了出來, 一邊就觸眼, 一邊就說, 哼, 一下又怕成這樣, 還怎麼那麼噁啊? 嘻, 原來是妙兒不秀, 是個銀樣, 立槍頭。 大玉這兩句, 也是用西商記裡面的說話, 來笑寶玉虛有其表, 其實無能。 寶玉立刻握著她, 嘻嘻嘻, 你這兩句呢? 我都要告你。 哼, 你說你會過目成仲, 看過就背得出的了, 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項嗎? 寶玉一邊, 收了一本書一邊就說, 快點迷迷那些花, 別提它了。 兩個人就繼續掃花去迷了, 什麼雜人就找到來了, 一見到兩個人就說, 哎呀, 到處都找不到你們, 摸了來這裡啊? 東虎大老爺身體不太妥, 姑娘都過了去請安了, 老太太叫你去, 快點回去換個衣服過去吧。 寶玉立刻帶好本書, 辭別了寶玉, 跟著集人回去了。 寶玉見到寶玉走了, 又聽說那些姊妹都不在房間, 自己一個陰, 悶悶的, 正想回房間, 走到離鄉苑長角, 聽見牆來, 笛韻遊揚, 歌聲遠轉。 代玉就知道, 是那十二個女孩演習戲文。 不過, 代玉素來都不太歡喜看戲, 她就沒有留心到, 顧著往前走。 偶然間, 有兩句順風吹到入耳, 聽得清清楚楚, 一字不留。 這兩句就是, 原來, 插紙煙紅開辨, 此這般, 都賦予斷井殘满。 代玉聽了, 覺得十分感慨前面, 於是就停著腳步, 插耳細聽, 又聽見唱, 良神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是誰家園。 代玉不覺點頭自彈。 她心想, 原來戲裡頭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看戲, 未能領略其中的趣味。 想完, 她馬上又後悔了, 唉, 想這麼多做什麼? 聽聽還唱什麼? 於是她又擲耳細聽, 又聽到唱, 則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連。 代玉聽到, 不覺心動神妖, 跟著又聽見唱, 你在幽龜致連。 唉, 這些曲文, 代玉越發就聽到如醉如癡, 站不穩, 一坐就坐在山石上。 她仔細回答一下, 如花美眷, 似水流連。 這八個字的滋味。 忽然間, 又想起前日, 見到有一首古詩, 其中有一句, 水流花借兩無情。 有一首詩又有一句,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剛才看到西商記裡, 又有一句, 花落水流紅, 閑壽萬種。 總之, 所有雙春色花之句, 代玉一刻都想出來, 湊在一起, 湊在一起, 想想想想想, 不覺心痛神癡, 流起眼淚。 那邊說回寶玉, 她被找到便回到房間, 見到鴛鴦在床上, 看雜人做的針紙。 鴛鴦見到寶玉進來便說, 你去哪兒? 老太太等你, 叫你去那邊和大老爺請安, 還不快換衣服走? 雜人入房去拿衣服, 寶玉坐在床邊, 脫鞋等下穿, 轉頭見到鴛鴦穿著水紅色短奧, 青短背心, 蓄著白皺醜汗巾, 臉在地面抖下頭看針紫, 頸上戴著花嶺。 寶玉就伏在頸上聞香油味, 還用手疏一下疏一下, 和雜人這麼白亂, 於是就叫鴛鴦說, 好姐姐, 你嘴上的胭脂想給我吃一下, 一邊說, 一邊就像沈蚵仔扭堂食一樣黏起來。 鴛鴦就叫, 雜人, 你出來看看, 你跟著他一輩子都不勸他, 整個是這樣的。 雜人抱著衣服出來畫寶玉, 左勸你不改, 右勸你不改, 你到底怎樣? 你再這樣, 這裡你就難住了。 一邊說, 一邊吹寶玉穿好衣服, 和鴛鴦一起去前面見假帽。 見完假帽, 出去外面, 人馬都齊備。 正上馬, 見到假帽請安回來下馬, 兩個面對面問了兩三句話, 又見旁邊兜的人出來說, 請寶叔愛。 寶玉一看, 只見這個人面長長, 身材修長, 年紀只有十八九歲, 生得確實是斯文清秀, 是就是好面善, 只不記得是哪個房的, 叫什麼名字。 假蓮對寶玉說, 你眼光光地做什麼, 連他都不認得, 他是在那裡住的五嫂的兒子, 雲兒。 哦, 我為什麼不記得呢? 寶玉順便問他母親多好, 現在他又在做什麼事。 假雲就指假蓮說, 我想找二叔聊些事。 寶玉就笑, 哈, 你比以前越發出眾了, 像是我的兒子。 假蓮說, 你都不知醜, 人家大你四五歲, 做你的兒子。 寶玉就問假雲, 你今年十幾啊? 十八。 這個假雲呢, 他很聰明, 他是伶俐的。 他聽見寶玉跟他說笑, 他也順著來了, 他笑笑口說, 嘿嘿, 俗語都有說, 搖南裡的爺爺, 都拐掌的酸酸, 我雖然歲數大些, 但是山高都高不過太陽, 自從我父親過世, 這幾年都沒有人照管教導我, 如果寶玉不嫌疾而蠢頓, 認了做兒子, 那就是我救福氣了。 假蓮就說, 喂, 你聽見沒有, 認了兒子也不太輕易。 講完, 假蓮就走進去, 寶玉就對假雲說, 那將來你沒事, 一於就來找我, 別跟他們鬼鬼祟祟祟, 我現在沒有空, 明天你來我書房, 我和你聊聊, 帶你去大官員耍耍耍。 講完他就上了馬, 仲家童就前呼後勇, 接著就直往東府賈舍那邊。 這頭呢, 賈雲就走進賈府去見賈蓮, 探聽一下有什麼事情可做。 賈蓮就告訴他, 前一陣子有件事要辦的, 剛好你寶玉再三求我, 就給了賈琴。 他答應我, 講我日圓中還有幾次要栽種花木, 等這個工程定了, 交給你辦就是了。 賈雲聽這麼說, 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挾了很久才說。 哦, 既然這樣, 我就等著了。 二叔, 你不必在沈樓面前提我今天來的事, 到時再講也不遲。 提他做什麼呢? 我哪有這種功夫和他聊閒聊。 明早我就要出門一趟了, 你先回來, 後日起庚之後, 你來問一下結果, 來早了我就沒空了。 講完, 就進了女間換衣服。 賈雲離開榮國府回家, 一路就想, 他就想出一個主意, 於是直奔他母舅, 賈雲離開榮國府回家。 這個賈雲離開榮國府, 現在正在開一間香料店。 他就剛剛從店裡回家, 見到賈雲來到了, 就問他走來有什麼事。 賈雲就說, 我有件事要求舅父幫助, 我有件差事, 要用些蛇香和冰片。 舅父, 你每樣貼四兩給我, 八月份我照顧送銀來。 那個博世人冷笑一聲就說, 嘿嘿, 你別提蛇賬的事咯。 先陪我們舖有個伙計, 幫他親戚捨了幾兩銀的貨, 到家還沒還, 過此我們大家就立了個合同, 不准再幫親友貼險, 誰貼險就罰他二十兩銀做東。 哎呀, 況且現在這種貨呢, 逆缺了, 你拿銀來我這間店買, 都無得賣呀? 此是一啦。 而呢, 你哪有正經事呀, 先去胡鬧的, 你別說舅父見親就罵你呀。 哎呀, 你不知好醜, 都要立實心, 賺幾個錢, 石有石就著有著, 不舅父我見你都開心點呀。 哼, 舅父你又會說呀, 我父親死的時候, 我小時候不識事, 後來聽我母親說, 還是幸好得舅父你們幫出主意料理喪事的。 難道舅父你不知道, 難道我家還有一貌地兩間屋在我手上嗎? 舅父難為無米之吹, 你叫我怎樣呀? 幸好是我呀, 帝哥呀, 死皮賴臉, 三頭兩日來前你, 拿三星米兩星斗, 舅父你還沒收呀。 哎呀, 乖生, 舅父如果有呢, 給利益是應該的, 我日日和你舅母說, 就受你不識想。 你如果聰明的, 去你大房那邊, 見到那些太野叔爺, 就開一下頸, 討好一下他們, 那些管家或者管事的人, 找回分事做一下嘛。 前日我出省呀, 遇見你們三房的老四呀, 騎著那隻大女兒, 帶上五輛車, 四五十個和尚道士去家廟那裡呀。 你看, 人家夠聰明, 那就拿到這份猜事了。 咦? 賈云聽他, 就吵得煩了, 就起身告辭了。 博世人就說, 欸, 你這麼急做什麼呀? 吃完飯再走了嘛。 話口未完, 她的女人就說, 懵了人家呀? 你不記得沒有米的嗎? 買了半斤麵給你吃的, 現在你還懵闊老的, 留下外生在這兒捱肚餓嗎? 博世人就說, 是, 那你再買半斤, 加上去就行了。 她的女人就叫女兒, 阿銀呀, 去對面王奶奶家問問, 有就借二、三十個錢, 明天還給她。 這兩夫妻呀, 一人吹枝笛的, 那些說話呀, 聽到明白的啦。 於是, 賈雲就說了一句, 不用廢話了, 眨著眼就走到無影無蹤。 賈雲一直走到回家, 心中又激氣又煩惱, 一邊上夜, 一邊倒下頭來走, 怎知走走走, 一撞就撞到醉漢那裡, 嚇了賈雲一跳, 醉漢就罵了, 瞎了你, 撞到我了。 賈雲是想閃開, 被醉漢一手就拿著, 面對面一看, 咦, 不是別人, 就是住在她隔壁的那個藝椅呀。